南岛官木瓜三両是全国第三 在保里顶水国生涉合作社的努力之下 打开国际授销市场 在前面积有200公斤 尤其是保里国省委主要三地 是最近几年才有发展性的浪散 不过今年受到气候影响 灌溉水源严重不足 国家台博困都没结果 年期超过八时 保里顶顶了解下 众体农民进出重要的补助 保里顶目瓜三両的发展是越来越好 但是今年较早就扣花 为定年的十二月开始在乡 差不多都没给水来灌溉 所以高兴这顺义很严重 本来像刚才我们这回看这个部分 应该是说 他要有差不多 他才说一张要有差不多 三十六左右的结果率 但是因为经过这人大感叹的时候 这些有的 不要说是要结构 保命就不会付 这是目前我们住到的困境 希望说可以 像这个目前这样是一定要定情 像这样是没有什么经济借贷 虽然五岁分至少有赫水 但是已经没得到来 保救牧会仇的生长 保里顶顶了解 成长经出中央立日天然财的救助 听我们这个牧会的農民就在说 这些牧会已经都今年都没效期了 因为又大了也没得到大了 而且他结构的时间 这个时候就要结构的时间结构都没有 所以就要记台美女 所以我记录这些牧会可以前军覆墓 所以也在这里要拜托我们 行政院总办蔡菲的主審长 来给我们这个農民的欢迎 保里顶的气候环境条件很好 可以跟南部凑开三季 在保里顶最后生产合作社的努力之下 有很好的農業前景 其他中央要转立来辅导协助 我们保里的牧会的发展就是说 我们的生产期跟南部的不一样 所以说可以说 在我们全国内的市场 在我们八月到十二月 可以说 在我们所有牧会的市场 占差不多60%以上 所以说保里的牧会的農民 这几年的这个辛苦的发展 其实应该有基础 不过对到農宅的问题 感变带来的行动不良 没办法结果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灾害 保里顶公所 转力来植出 目归立入天然灾害的救助方法 帮助農民重心债气 继续欢迎观察方报导